为什么会有白色的老虎出生? 相信所有人都听过白虎这个名词 但今天我们说的白虎是指白色的老虎 这种白虎名为白化孟加拉虎 并不是某种特别的品种 而是孟加拉虎的基因变异 只是白色的皮肤并不利于老虎的生存 为什么会有白色老虎的出生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白虎出现的历史渊源 第一只野生白化孟加拉虎 是在1951年被正在打猎的一位印度土王发现 当时小白虎只有九个月大小 随后这只白虎被带到了王宫取名默罕 虽然之后也有野生白虎被发现的消息 但都没有得到过证实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几百只白虎都是默罕的后代 白虎的繁衍非常困难 为了保障其基因的纯正 白虎只能和自己的近亲进行繁殖 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皮毛的颜色 虽然近亲繁殖极易出现后代的畸形 但是为了白虎的繁衍 这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老虎是丛林中的王者 它们以各种动物为食 虽然它们具有强大的实力 但想要捕食猎物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其中极为关键的就是隐藏自己的身形 我们常见的老虎一般都是浅黄或者棕黄色的皮毛 这个皮毛有利于它们在捕猎前进行隐藏 使它们能在悄悄靠近后发起突然袭击 但白虎的皮毛为淡淡的奶油色和浅灰色的条纹 这种皮毛使得它们极难隐藏身形 在捕猎发起前就已经被猎物发现 这无疑提升了它们捕猎的难度 不过白虎在野外消生匿迹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皮毛 而是由于人类的捕杀 群体相对就很少的白虎 加上人类的捕杀 使白虎在野生环境中基本灭绝 既然白色皮毛并不能帮助白虎更好的生存 为什么还有白色老虎的出生呢 或许答案只能是基因在作怪了 通过对白虎的观察可以发现 在没有尽心繁殖的影响下 白虎的生理健康状况和一般老虎并无区别 这证明白色老虎并不是白化病或者某种畸形 而是来自于基因变异 白虎的出现对于生物的多样性来说 是具有保护和研究价值的 如果说以前有白虎的出生是因为基因变异 但之后白虎的出生就有人工选择的原因了 除了之前的近亲繁殖手段 在2012年人们还发现了解开白虎基因的钥匙 白虎毛色的形成是由于蛋白质SLC45A2上 第477位氨基酸位置上 饼氨酸转变成斜氨酸 A477V所致 SLC45A2是一个具有12个跨模区的转运蛋白 A477V突变可能导致转运孔道变窄 影响了转运过程 导致色素水平下降 从而造成了白虎的毛色形状 在解开了白虎的遗传基因密码后 人们已经可以让两只携带隐形白虎基因的黄虎进行交配 它们的后代将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出现白色 这种方法既避免了近亲繁殖的危害 又提升了白虎基因库的多样性 对于白虎的繁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知道了白虎并非妖魔 在人类疯狂捕杀之前 白虎也和其他老虎一样生存在这片大陆上 如今人类已经酿下了苦果 好在还有机会挽回 作为事情的始作俑者 人类应该竭尽所能地帮助它们恢复昔日的荣光